这是去年 越南中部受豪雨重创的画面 许多人家园回笋 站住帐篷 此期志工前往灘灾发放 所到之处 满目疮痍 越南中部几乎年年 受风灾 水灾之苦 百姓生活艰困 医疗资源匮乏 明德慈善事业基金会 15周年 在明峰淳湖的疫情县 举办大型疫诊 看诊的人超汹涌 不爱运动喝水的乡亲 两只脚犹如胜腿 代谢出了问题 其实像这种 我们大部分都叫他少喝水 其实他不对了 他都不喝水 不敢喝水 以为这样是代谢出的问题 应该要给他多喝水 多运动 第一国小20位老师 陪伴20个班 共350位学生前来看诊 除了越南本地 还有来自澳洲 美国 香港及台湾 共580位志工在现场服务 包括眼科 牙科等超过8个科别 犹如眼战 行动医院 180位医护人员为4800人看诊 希望帮助他们解除痛苦 找回笑容 大家新闻这些美职工张嫦娥 张艺川 越南报道